現在我們要教叫做常見的有機化合物 我們國中教最簡單最基本的這一堆的內容 就是空空給我備材就對了 第一個有機化合物的組成元素很少 但是種類非常多非常非常的多 多到成千上萬 我小時候念書的時候 老師說他本來念的裡頭只有薄薄一本 然後就越來越厚越來越厚 跟電話本一樣厚 所以要很多很複雜 然後呢這個原因都出在他有一個碳 出在那個碳上面 出在那個碳上面 他的原因出在碳上面 碳有四隻手 碳有四隻手 然後呢去可以跟別東西接 比如說接親或接什麼 然後呢碳的接法呢 可以一直長長的接下去 也可以繞一圈 也可以繞一圈 還可以分岔 還可以分岔 然後呢 基本上呢 大部分呢就接親 如果你接親是一種 你把一個親改成綠 是另外一種 把兩個親改成綠又是另外一種 聽懂嗎 不接綠接繡 又換一種 又換一種 所以 雖然他 組成元素真的幾個 可是變化可以 無窮多 可以接好長 可以分岔 可以繞一圈 然後可以分岔再繞一圈 什麼這一大堆的 所以會非常的多種 所以組成元素很少 可是呢 構成的種類呢非常的多 上一次高雄氣爆的時候 有一位大哥 在貼了一個 所謂的那個化學士 就被他瘋傳的狂傳 然後恥笑他 因為他畫出來碳有五隻手 他畫出來碳有五隻手 碳只有四隻手 他畫出來碳有五隻手 就被人家一直嚇 被人家一直嚇 他不知道哪邊搞錯 不管他 這樣弄錯了 所以 因為碳的關係 所以 碳的 有機化物的組成元素很少 但是構成的種類呢 非常的多 遠多於無機化物 而且每一年都會有新的 有機化物會重新被發明 被製造出來 被製造出來 所以他有個非常複雜的命名方法 那個高中以後再仔細教 國中就隨便混過就好 我們前面教過 存物質是有一定的組成 什麼叫一定的組成 就是組成原子的種類 樹木還有什麼 排列方式固定 種類不一樣 一個是氯化鈉 一個是氧化酮 一個是氧化酮 種類不同 樹木不同 一個是氧化碳 一個是二氧化碳 這叫樹木不同 那還有一個排列方式不同 排列方式不同 到高中 會教非常複雜的 一坨拉股神奇的東西出來 國中只教一個 這個 就這個 甲米跟乙醇 甲米跟乙醇 上面有模型 那個黑色的叫做碳 白色的叫做氫 紅色的叫做氧 所以它都是兩個碳 六個氫跟一個氧 所以你就會寫成 分子是就寫成C2H6O 寫起來通通都怎樣 一樣 可是它們是不一樣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排列方式不一樣 你看到 那個甲米是氧在中間挑扁蛋 對不對 然後呢 那個乙醇呢 就不是這樣子 所以它們是排列方式不同 分子是都寫一樣 C2H6O 可是我的排列方式不一樣 所以我是不一樣的化合物 我有不一樣的性質 這種東西叫做同分易購物 暫停 我們學了三個名詞 請你回想 那三個名詞什麼意思 第一個 銅素易購物 銅素易形體 第二個 銅位素 第三個 銅分易購物 銅分易購物相同的分子是 排列方式不同 銅分分子是相同 易購排列方式不同 國中只交一個 就它 用記好 甲米跟乙醇哪裡不一樣 排列方式不一樣 所以是不一樣的化合物 所以有不一樣的性質 這種東西我們稱為 銅分易購物 回想 什麼叫做銅素易性體 什麼叫銅位素 什麼叫做銅分易購物 給我想清楚 甲米跟乙醇 那你如不這樣寫 你寫個C2H6O 人家站在寫什麼嗎 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一個 視性視 就是把它的特徵標出來 譬如說銘葉的特徵 仰在中間挑扁蛋 把它的特徵標出來 我們後面要交什麼 唇類、碗類 就會有它的特徵 就要把它的特徵標出來 所以這個特徵叫做專有名字 叫官能基 官能基 譬如說後面會交 唇類的特徵就是有OH 就是有OH 所以我的乙醇就寫成C2H5OH 你看到OH知道是什麼東西 唇 不知道它是唇 他剛剛講過 米類的特徵是什麼 仰在中間挑扁蛋對不對 所以寫是怎麼樣 CH3O CH3O 仰在中間挑扁蛋 所以什麼類 米類 所以就把它的特徵 官能基表示出來 讓你知道它是什麼玩意 這種式子我們稱為所謂的 式性式 這種式子我們稱為所謂的式性式 OK 所以要了解一下 它的狀況是如此 對 重點是 這裡的重點是 同分 一個五 相同的分子式 排列方式不同 國中只學一個例子 什麼例子 甲米跟乙醇 問 甲米跟乙醇 有何不同 答 原子排列方式不同 OK 然後呢 這個意思知道就好了 因為我們其實國中沒有強調官能基 但是我後面都會教式性式 我後面都會教式性式 你就把它的那個特徵記住 這個特徵什麼特徵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跟各位簡單介紹一下 OK